嗨,小朋友!今天我们来看故事 河马的新衣服 春天来了 花朵把大地变成了五彩缤纷的 非常漂亮 河马先生看了看自己灰色的衣服 心想 是时候换一件新衣服了 她走到花婆婆的服装店门前 心想着要买一件漂亮的衣服 花婆婆拿出了一块雪白的布 披在了河马先生的身上 河马先生失望地摇了摇头 这不是我喜欢的衣服 花婆婆说 你可以选择去你想去的地方看看 会有灵感的哦 河马先生走啊走 走啊走 忽然看到他面前出现了一条小河 河马先生想着 不如去洗个澡 河马先生在河里高兴地洗着澡 周围的鱼儿 河马先生默默地游了过来 把自己印在了河马先生的衣服上 河马先生从河里上来时 发现自己的衣服有了好多好多的小鱼 他非常的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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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进备